大家好 我是K 歐聯八強抽籤昨晚已經有結果 對賽組合分別是車路士對王馬 曼城對馬體會 拜仁對維拉利爾 利物浦對賓菲加 今季來到八強已經沒有耳甲球隊 再看這四個組合 就這樣看實力最接近的 應該是車路士和王馬 我個人會比較看好王馬 有決賽我猜將會是王馬對著曼城 不知道大家對今年的歐聯有什麼看法 有興趣的可以在留言分享一下 順帶一提如果大家對足球投注有興趣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以後我有新片發布 你就會馬上收到通知 如果覺得我分享的投注方法 是可以幫到你的 請記得CLS comment like 今個星期也有兩場深水推介 第一場是今晚耳甲比賽 拿波里主場對著烏甸尼斯 主隊拿波里在歐巴那邊已經出局了 接下來可以專心應付聯賽比賽 看回他們近三場比賽 兩勝一負 輸的那場正是輸給榜修AC米蘭 就是以這三分之差 暫時他們就排在榜的第二名 有客隊烏甸尼斯 即分榜他們暫時在第十二 近三場比賽一勝兩和 只剩下近放一半 這場預計 拿波里將會全力出擊 希望贏球 拿完三分 因為他們下一場比賽 就要作客對著亞特蘭大 相對難一點可以拿到分 倒不如今場趁著主場之利 盡早入球 穩穩地拿三分 所以這場我預計拿波里一開球就會進攻 如果他們順利上半場可以領先比賽 我就會在半場的時間下注角球勢 相反如果他們半場比賽還是平手 或者意外地被客隊領先 這一場就要放棄投注 第二場是今晚二教育比賽 卡里亞里主場對著AC米蘭 主隊卡里亞里積分榜他們暫時排第十七 近三場比賽一勝兩負 近況就不太好 看他們的分數仍然有呼吸壓力 而客隊AC米蘭 聯賽積分榜他們暫時排榜首 又看近三場比賽兩勝一和 近況都算OK 這場比賽雖然AC要作客 但實力上他們始終比賽是高出一截 我個人會預計AC這場可以順利贏 跟第一場推介一樣 如果他們順利可以在上半場領先比賽 我就會在半場時間下注角球勢 但如果他們在半場仍然和著對手 或者意外地比卡里亞里領先比賽 這一場就不倒過了 放棄投注 OK,今天的深水推介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